我说是这个 哎呀 这个人说嘛 从一拉伸起包就没长起了 后来没了 起包里面是很长起了 对于这一样的了 有种话从起包里 踏到红红红红红红 一来就有笔级了 形式的笔级了 旗袍引进的两种最稀释的配件 就是垫间与拉链 把传统的镶盘扭 直角扭 换成拉链 成为当时的时尚之一 领姿也做了工艺结构上的改进 做成了可以拆卸的领衬 具有异于拆袭等优点 面料上也广泛采用楼空料 花边 猪片等做装饰 可以说 当时其他时髦服装能用到的配件 海派旗袍几乎都做了尝试 直到今天 许多上海老人还对此记忆犹新 紧紧乐道 国家家师 kon 간 有一个送大器 送大器我对外教学我 是一个被丢肩 而一种鸡胞 就是一个鸡胞的比较特差 按照所有鸡胞 按照整支 пит 如果说海派旗袍是浪漫的摩登女郎 那么金派旗袍就宛若一位古典的大家闺秀 就在开放的海派女子踩着时髦的古典不断翻新立意时 京城的千金小姐还在闺房深处青瑶罗善抚琴弄销 创建于1893年的中华老字号瑞福祥筹布店制作的旗袍 是当时金派旗袍的代表 款型多延习旧制 平直宽匪有大金 面料以传统的绸缎为主 偏厚重 装饰丰富 以繁复的刺绣纹样或织纹为美 充分展示旗袍自身的美丽 那时的京城上流社会 以旧青遗留下来的大家旺族和军阀政客为主 金派风格顺利成章的带有官派作风 显得金池凝练 传统和正宗无处不在 就连做衣服也有一大堆的讲究 三个老师傅接待 老师傅接待呢 先沏上茶 就先喝水 两瓶 等到说一会儿话了 老师傅才问 您今天想做这什么呀 需要的 完了我说做什么 完了他再请师傅 再给我联坐 不知是无意的巧合 还是有意的安排 旗袍流行的年代 正是近代中华民族 最混乱和苦难的岁月 或许在保留下来的老电影中 我们能捕捉到 那个特殊时代的变迁 人们心里变异的外动 这些或完整或残缺的黑白胶片 是一部被翻乱和拆散的历史 许多叶被撕去 许多叶被吹落 旗袍也曾是当年海派 著名女作家张爱玲 和她笔下女主任公文 共同的身份证明和道具 她相信 当人无力改变大时代的动荡时 只能缜密地去创造他们贴身的环境 个人住在个人的衣服里 各自打理 所以当我们今天 在弥漫硝烟和血雨腥风的背景 衬托下欣赏那时的起泡时 看到的不仅仅只有婉约精致和散淡闲事 或许任何人都没有想到 起泡在她达到最巅峰之后 会在